你愿意公开密码箱里的秘密吗 愿意 看这个短片的时候 大概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在走进这个节目之前 你们有过一次分手 又有了复合 而今天来这个节目 是女生希望求得男生的原谅 真正的复合在一起 那我们就从你们 这次我过来 我也不是想复合什么感觉的 我只是想让大家看看 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然后让她把骗我的那十万块钱给还给我 我没有骗 我真的没有要去骗那些 你好意思说吗 兄弟冷静一下 我妈妈说好不好 第一次为什么分手 第一次分手 她跟我说 她是要跟朋友合伙去开店 那时候我三天两头看不到女人 你说开店要进货 直到有一天我回来 家里所有她自己的东西她都亲走了 我打到电话 她说暂时先发展事业 暂时先不想结婚 当时真的只是那么想的 你实际上是干嘛去了 你是跟那个男的在一起了 对不对 你就这样把我抛下 你知道那时候分手的时候我有多痛苦吗 后来她回来你不是又接受她了吗 因为她当时分手的时候 她跟我说是要发展事业 我心里还是爱着她的 我也希望有一天 她能够把自己的事业稳定下来 再能够回回头来再来找我 还真的被我等到了这一天 等了大概多久 差不多半年吧 但是她回来的时候 她跟我说是这样说的 电子暂时遇到了资金 遇到了瓶颈 我不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想和你多好 我明明知道她跟一个男人跑了她回来你 我不知道 你前面是不知道的 对是因为什么有一次 我在家里有一个女的电话给我 她跟我说 你知道你女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她是别人的第三者 是专门破坏人家家庭的 我当时还不知道 我也是被骗的 我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说的是假的 但是她把那些事情都罗列起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确实是这么回事 不是 我当初离开她 我也是被骗的 我承认我确实离开了她 可是我是被别人骗的 你要是当时不爱慕虚荣 不看重别人的钱 不想过那种物质生活 你会被人骗了吗 我知道我错了 我当时太幼稚太天真了 我也是想过好一点生活 所以才那么错了 我现在知道错了 我那时候当时对你有多好吗 每天那么累 我回到家 我先回家把饭菜先做好 你回家只要扶起饭吃就可以了 那时候你这样一天 我就帮你把热水泡好 帮你捏脚 这些你都不记得了 我记得 我真的记得 男生这样 我希望你能稍微听听他的解释 好不好 来 女生解释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从学校毕业出来 就选择了去做瘦楼 因为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 然后业绩一直都不太好 有一次来了一个客户 我就很热情地招待他 然后带他看房啊 各种介绍 他毫不犹豫地就买了两套房 之后还叫了他朋友过来 也买了一套房 我就出于感激 就想手上需要一些客户 需要一些资源 想把这个客户留住 然后我当时想请他吃饭的时候 我也跟我男朋友说了 他当时也没有说什么 吃完饭我也就没当回事 没想到他找各种理由 就说有时候请我吃饭啊 给我送花 慢慢地发展 他就跟我说 他离异了房子给了前妻 买了两套房 是想自己留一套 然后给父母一套 方便招了父母 我觉得这人还挺孝顺的 然后在跟他聊天过程中 也觉得他很不一样 就很稳重很成熟 但是当时想着自己有男朋友 我也就没考虑那么多 结果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我好 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 你不要在这里坐了 不要给别人打工了 我给你十万块钱 你去开店吧 我说实话 当时是有点心动了 因为我一直的 人生目标和理想 就是拥有一家自己的店铺 去打理 过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就接受了 你就是看中了别人的钱嘛 姑娘呢 等于说她拿十万块钱 买走了你一段爱情 是这个意思吗 我当时是也觉得他人还挺好的 也有一点喜欢他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跟你男朋友提出分手呢 是我自私的一点 只顾着自己感受吧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这个男人在骗你的呢 是后来有一次 我在店里面打理店子 然后有一个女的就过来骂我 说我是第三者 我当时也懵了 然后他就是各种骂 然后就是要打我 我当时就是脑袋一片空白 我心里就在想 我一定要离开这个男的 他那个老婆不依不饶地说 这个店子不能让我拿走 但是我所有的心血都涂在这个店子里面 不可能就这样给他 我就说 那我把这十万块钱给还上吧 那你跟这个男人有过半年的交往 你没有发现他是一个已婚的吗 没有 因为他很麻 他是开建筑公司的 然后经常要跑各个地方 当他的夫人闹到你们店里来的时候 他这个男人呢 没有跟我联系 我打电话他也不接 好吧 我们假设你是年幼无知 被欺骗了 既然又想回头去找自己的男朋友 为什么回去之后没有坦白 而是采用了欠的方式 我当时会隐瞒是觉得这也是不光彩的事 我真的跟他和好的目的 不是说我要去骗他的钱 我是因为真的 我觉得他对我好 我经过的这些 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感情 知道谁对我才是真正的好 那你回答我 为什么从男朋友那里拿走了十万块钱 因为回来从我的角度 应该就是很内疚了 对不对 怎么还张得开这个口问他拿钱呢 我有跟朋友借 我是先有跟朋友借 然后毕竟有十万也很难凑得到 当时也想着他手上有点钱 然后我自己垫子不是在周转吗 然后这十万块我只要好好经营 钱还是还得起的 毕竟这是不光彩的事情 所以我就选择没有说 好 你还想求得他的原谅是吗 我是真的爱他的 我知道我做错了 我当时是衣服糊涂 所以做错了这件事情 我想让他原谅我 我以后会好好爱你的 我真的知道错了 小兄弟 你那心里还有这姑娘吗 我 我知道你还在意我 我确实现在还是挺爱他的 但是我知道这种事情之后 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如果将来又有一个人 跟他投一两百万 他看到别人投的这么多钱 跟他开一个更大的店 有哪一天 不会 绝对不会了 不是每个人 每个人都要亲力才会成长 我这次真的得到了教训我成长 我知道你才是我想找的那个人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这么问你一个问题行吗 咱就当分手了哈 这个钱你给他多长期限还你 还是立刻要走 那就必须还 马上 马上完 立刻 爱不爱不用其他的来测试 这一个问题就可以测试出来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 今天老师是面临难题了 不知道你们怎么解这个难题 一起进入 丘比特分卷 人一生都很难摆脱自己成为欲望的奴隶 但是所幸的是我们除了欲望之外 还有一个词 叫原则 我想问女孩一个问题 你在那半年里面 你爱过那个男人吗 曾经有心动过 但是没有爱过 你在那半年里没有爱过他 没有 如果你在那半年里面 也爱过他 那么说明你的改变 你离开他在一个新的选择 可能更容易被人接受 如果说你从来没爱过他 那个男人的是非我不说 他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但是那你就是单纯因为金钱的欲望 而抛弃了当初自己对爱的原则 这让人心里更有点发冷 不是 我是因为知道他是离异的 也不是单纯是因为金钱 我是开始觉得他挺好的 有点喜欢 好吧 我想告诉这个小伙子的是 你对他还有欲望 你还爱着他 现在能不能接受 就看你的这份欲望 能不能在你的原则里行驶了 我最后只能告诉你我的原则 我的原则来源于我的经历 我最爱的初恋的女友 因为她的欲望偏离了轨道 离开了我 我把他追了回来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离开了我 我又把他追了回来 第三次 我醒了 我发现 为了爱 放弃自己的原则 是世界上最傻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可惜 你要记住 我们女孩 不能因为自身的条件优秀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 去做一些对方理所应当 可以包容我们的事情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应当 今天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第一个 你应该给男方打一个欠条 我会的 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今天也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 应该很郑重地借这个机会 给他道个欠 我能看出来你的委屈 就是因为你也被那一位 骗你说他离异的男人给骗了 可是 这个理由并不能成为 你想要你的这位前男友 一定要宽容你的借口 先把这两条做足了 我们再来谈谈 看这段爱情 还该怎么样的保卫吧 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 总结起来就几个字 骗子让骗子给骗了 可是如果我们要是想挽留这段 有可能还存在的感情 我们现在试着把这个骗子 把它理解成孩子 我们想象一个可能设施卫生 又有一定自己人生目标的 这么一个漂亮女孩子 有一天 突然发现天上掉下了一个馅儿饼 他盲目的把手里这个窝头给扔了 结果发现掉下来的是铁饼 这个铁饼砸破了脑袋 现在要转窝头 去找当时的那个窝头 但是由于他涉事不深 这会儿他又做了一个措施 他没有坦白地去说 当时我是觉得馅儿饼可能更好吃 如果说你第一次背第三者 不是完全全是你的错 但是恰恰你回来再去找 你之前的这位男朋友的时候 你是在利用他对你仍然存在的那份感情 去弥补了之前自己做过的措施 如果说那个女人不打电话给他的话 这件事情一直会被你隐瞒下去 对不对 所以 孩子 有的人做过措施 可以弥补 有的人做了措施 是不可以弥补 关键在于这个错 是不是在原则 在根上 亏之即去 招之即来 让我们怎么能够去判断 到底你现在对他的是情 还是还在骗他的感情 我是真的觉得他对我很好 我很内疚 我现在有在做改变 我以前从来不做家务 也从来不做家务 现在我有学着去做一些事情 有学着去做饭 然后我跟他之前交了 姑娘你越说越走偏道了 因为你越说越像是你为了弥补 你对他做的措施 而在做一种补偿 而不是爱 不是 我是真的 爱一个人是什么 爱一个人是我不是亏欠你什么 我不是报答你什么 我不是来报恩 我是真心实意的爱你 告诉我你爱他什么 他的事业可能并不出色 忙忙碌碌 有可能会庸碌碌碌 没有你上次欺骗你那个人 那么事业有成 你好好的客观的审视一下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个子 并不太高 可能没有太多积蓄 没有什么事业成绩的人 是你所爱的吗 还是说你现在仅仅仅是因为他给你暂时的平淡 你暂时的踏实 而你欠的十万块钱的情 你现在在补这份情呢 如果是的话 请你想好了再回答 不要对这个好人再有二次商谈 如果说你现在显示了自己内心真是爱上了这个人 你可以去跟他去投入这份爱情 如果不是仅仅是短时间的报恩 没关系 你管人家借了钱 写欠条 什么时间还 但是千万别再牵扯上了 你和他之间感情纠葛的事情 人生若只如初见 有两件事 是特别有意思 第一件事 你说为什么两个好相干彼此不认识的人 怎么就过到一块去了 彼此相爱过到一块的人 为什么又可以彼此老死不相往来 像从来不认识 大概是因为两种原因 前者是因为相爱之人有彼此的需要 第二种是无情之人有无情的逻辑 这帽子是一个女孩为了选择财富 抛弃爱情 最后又迷途之反 好像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那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总应该给他一个谅解 但是你真心悔过了吗 我是真的知道错了 我以后一定会用行动 好 那我问你 在你心目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想跟他好好走到以后 你是说你跟他的爱情吗 对 我认为你心目当中最重要的 是那个店 我当时会骗他是因为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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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的时候是因为那个店 你回来还是因为那个店 你可以不要那个店 十万块钱我都不要了 我就要我的爱情 你可以的 但你没有 你要了那个店 如果对方不逼你还钱 你会回头吗 如果你的前男友没这十万块 你会回头吗 如果那个人的妻子不告密 你会坦白吗 这些事不要说了 我知道你有你的逻辑 但你的逻辑无法说服我 我们不是说不讲道理的人 也不是说我们是特别的冷酷的人 我们愿意给任何一个 诚心悔改的人一个机会 但我们拒绝狐狸的眼泪 别看你今天在这 可怜兮兮的样子 但是只要我的脑海当中想想 你当初走的是那么的迫切 迫切到还没有了解那个男人 是否有家事 你就跟他在一起 而今天你回来 骗又骗得这么理所当然 口又开得这么自然 我就觉得你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同情 所以说如果你可以抛弃那个店 可以抛弃你所谓的付出的心血 而是真真实实地认识到了 这段感情是这么的珍贵 那你就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坦白 但是你一次两次三次 都没有坦白 无论那个店是你怎么把它 开起来的付出了多少心血 但是与你的诚意无关 因为在你的心目当中 这个店超越了爱情 超越了你的爱人 超越了你所有的真诚 你把爱情置于何处 你把爱人置于何处 你把诚实置于何处 你心里只有那个店 就这 挺难的 如果它仅仅就是一个经济纠纷 其实很简单 但是它这个里面恰恰 有情的因素在这 而且被土里老师非常敏锐地 抓到了这个店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我也在问 就是为什么人家闹上门之后 把店子还了再回来 不也清清白白地回来了吗 至少在那个你所描述的 被伤害之后 还有一些尊严和颜面的回来 但是你留下了 可是我从人性的角度 我一分析呢 哥我我留不留啊 哥我也得留 付出了那么多 舍弃了那么多 就剩这么一点东西了 我再不留 我闹的是什么呢 你回到人性本身的问题来想 大概又是这样 没法埋怨它 因为如果它能够做到 抬起头把那个店还了之后 我相信一开始的迷途 它就不会有 我有几个问题是想问问你男朋友 都不用回答我 自己去想 请问 为什么一个真心关心自己女朋友的男人 如果你是真心关心的 我绝不相信 当他拿起行李走的那一天 你毫无知觉 可是这个事情发生了 所以我想问的是为什么 对一个女人的好 真的就是给她做饭 帮她按脚的体贴吗 如果两个人连基本的情感或者心灵和价值观的交流都没有的话 这段爱情真的能说你全身心的付出了吗 所以我为她做的第一个辩护是 也许这个爱情本身是有问题的 辩不下去的是说 你真的被钱迷住了眼 我们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当你迈出那一步的时候 请你记住 学会承担 我觉得老师们说的很对 好不好欠条都要打 好不好欠一定得到 这就给电视机前的很多想走成功捷径的人一个提醒吧 如果你走的是捷径 你即使成功了 面对那份成功的时候 你一定睡不着觉 你的人生很痛苦 扎扎实实的成功 你才会欢笑 兄弟 决定自己做 那是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不是为了惩罚一个人 或者施舍一个人 我有一个朋友一次我们做节目 他说了一个选择方式 我倒觉得挺好的 你们谁身上有硬币啊 借我一个硬币 谢谢啊 我一会儿让那小伙子还你 拿着这个 一会儿你进去的时候啊 不管他那里面装的是什么 你就问自己 我要不要跟他重新在一起 然后你说正面是在一起 背面是不在一起 掏出去 接下来 只要这个硬币落下来 你还想再抛一次的时候 你就可以出来了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刚刚主持人跟老师们都说那么多 我真的意识到我做错了 就这一次 以后绝对不会再办 我会用行动证明给你看 我是真的想重新这段感情的 我是真的在意你 真的爱你的 我都有把你带去见父母了 我是这次是真心诚意的 想跟你过一辈子 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原谅我吧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爱你 我一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人 原谅我一次吧 说实话吧 我知道 要我自己 在这些上面做一个选择 也非常难 对不起 时间到 这就是规则 姑娘特想问一个问题 为了她 你愿意把那个店子卖了吗 愿意 立刻把钱就还给她 愿意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 我没有问题了 两个人请交换秘密 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知道错了 来把手放开 进去吧 来 请关门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如果你的爱人 如这个姑娘一般的 犯了这样的错误 你们会原谅吗 赞成是原谅 不原谅是反对 各位请选择 85.71%的人 选择了不原谅 14.29%的朋友 选择了原谅 接下来 我问第二个问题 当你听到这样一个 一段经历 一个女孩的迷茫之后 你们就作为一个看客 一个旁观者 你们会从心理上 来原谅 这个女孩 曾经犯下的错误吗 请选择 55.56%的现场观众 选择了原谅 还有44.44%的观众朋友 说不能原谅 选择不能原谅的观众朋友 请你们举起手来 我想听听你们的理由 来 我认为就是这个女孩 所做的行为 是一个欺骗 所以说这涉及到 一个公众道德的问题 欺骗这种行为 如果大家都持一种 包容态度的话 那么有可能下次我们 会遭遇的也是欺骗 这时候留两句话 我不知道这个男孩 是不是还在门后的 女孩99%会在 他就为这个来的 但是我真的希望 他听到我说这句话 如果我是他 我会选择走 完全站在他的角度 为他想 以后背负 对另外一个人 对自己爱人的一份 愧疚和补偿 这个爱情就变味了 如果你碰到了一个 特别特别好的 极品好男人 他从此不再提 这个事一个字 那爱情还能延续 但凡有点矛盾和纠葛 旧伤罢接起来 是对自己的 极权忍的不负责人 这个恰恰就是 我为什么要做 第二轮的选择 在做第一轮选择的时候 大家在我的角度的时候 选择了百分之八十几 是不原谅的 放到路人甲 和路人蚁的时候 其实还有百分之四十多的人 是选择了不原谅 马丁老师那段话 我觉得女生听到了 是最好的 因为人有时候可以输 有些东西真的不能丢 他如果 他最后那段 那个提问 我还蛮高兴 他说真的可以 把那个垫子不要了 我想即使这个男人不回来 也应该把那个垫扔掉 因为那代表了 过去一段屈辱的历史 重新开始 生活还是美的 接下来我们就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来 我看看男生的秘密 男生的秘密是 小婷你知道吗 其实你这次跟我和好 我已经做好了 所以你结婚的打算了 连戒指都准备好了 可是 没事姑娘 人生会摔跤 希望珍惜 和珍视未来的生活 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 给我的意见 我会改 谢谢 谢谢你 请回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队嘉宾